其實我們城市人真的很幸福 扭開水喉就會有新鮮和乾淨的食水 但住在這裏的山區村民 很多時就要長途拔洩 去到一些很危險的地方才可以拿到食水 有時甚至連自己的命都會沒有 在村裏沒有水喉 又沒有水源又沒有水井 成110戶的居民 以前就要走到這個山溝底下 拿一些滲出來的小泉水飲用 長爺爺兩夫妻十幾年前 沿著這條路去溝底打水 很不幸他們倩親就跌倒 長爺爺就受了重傷 而太太就不幸地過了生 爺爺 你十八年前去拿水的時候發生意外嗎 那你現在身體還有沒有什麼毛病呢 哪裡痛啊 現在頭痛 肌膀痛 胳膊痛 就打不起來了 住不起來了 這個藥就燙了 知道他們為了很基本的一些生活需要 譬如吃水啊 都可以曾經是沒有了一些生命 就因為去打水 不過之後見到樂師會幫了他們開了一個水井 看到村民都很開心去拿水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自己可能都 因為我自己都是樂師之友來的 都覺得好像都有幫到他們少少 你會做到一個水井 就得到米魯 到底是想 curl呢 我們很多人都會來 就覺得要做到 都可以做到 有什麼感覺 有什麼感覺